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脱儿逼近台湾 全台停工停客 各位 港股曾经升超过1500点 收市升幅稍微收窄 横指曾经升上22600点水平 见去年1月底以来的高位 创20个月新高 收市报22443点 升1310点 成交超过4300亿元 内房股和内地券商股继续受贿政策因素 港股交投持续暢旺 港交所升幅超过一成 连续两晚无人机表演受电力层闪烁影响未能上演 第一晚表演的制作顾问只曾经尝试解决问题 但最终为安全决定取消 西九文化区周一晚举办新生代千人合唱和无人机表演 因无人机受到严重干扰 整个活动延迟了45分钟开始 负责当晚无人机表演的顾问称 当晚6点和7点曾进行最后彩排 一切仍然正常 到节目开始前约25分钟 即晚上8点05分 监测系统发现网络信号开始严重跳动 当时曾请同场的通讯办职员扫描现场是否有干扰 经过多番排查 并尝试调整无人机信号频道 但都未能解决 最终到晚上9点 通知大会需要取消无人机表演 多于一架无人机的话 我们需要一些叫高精度的定位系统 以确保无人机在天堂上面 进行一些表演项目的时候 可以保持他们的舞步 偏移的情况最多是5厘米 如果有机会去到1米的话 原本一幅图案已经全部是偏离了 正常来说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是无可能起飞 因为基于一些安全的和公众的理由 如果你在天堂上面同时有2000几架无人机的话 是很容易发生一些我们叫做偏移 甚至有机会可能怕在无人机与无人机之间 有机会有碰撞的情况 究竟什么是电力层闪烁呢 天文台发文解释 指电力层处于地球大气上层离地面 80至600公里 太阳的极紫外线和X射线 在电离层令原子和分子电离 形成电子层 可以反射和改变无线电波 影响导航 常用的全球定位系统接收人造卫星传送的信号 都要经过电离层 当太阳活动强烈时 可能会干扰电离层 也令经过的无线电波能量损失 导致讯号闪烁 通讯受干扰甚至中断 通常持续几分钟 但也可能持续几小时 无线电视记者齐心达报道 澳门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陈浩辉 首度落区探访 澳门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陈浩辉 早上到北区诱汉七楼群探访 这里属于旧区更新项目 46栋楼宇 2000多个单位居住了12000多人 陈浩辉认为居住环境密集 缺乏休憩区和活动空间 需要重建改善 陈浩辉又提到 北区现代化楼宇跟楼林 超过40年的旧楼夹杂 令重建牵涉面复杂 上任后会与社会各界商讨 期望达成共识 做好重建 陈浩辉上周公布的正刚提到 会大力推进都市更新 包括加快推进 右汉七楼群更新改造项目 透过检讨现行的法律制度 拓展更新改造模式 将七楼群打造成示范标杆 并且提升市政建设水平 完善社区公园 停车场等 增加市民的活动休闲空间 也会切实保障居民的住房需求 适时调整社会房屋 杂新房屋 长者公寓等的供应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宜报道 毕竟台湾的山屯儿稍微减弱为强台风 全台今天停工停客 至今造成一死七十伤 另外有两人失踪 山屯儿缓慢移向台湾南部 风雨加上镇止涨潮 屏东仿寮乡一处低防 出现近五十米长的缺口 当地政府加紧堆放沙包 防止海水涌进附近的渔场 至上午近十时半 当局吊派工程车修补低防 初步决定将防波石放置在缺口位置 但由于附近有大量电线杆 要先中断电源才能展开工程 高雄迄今同样风雨交加 海水倒灌导致路面出现积水 积水水深 打脚踝 迄今渡轮全日停航 大批渔船已经提前回港避风 因应风浪不断增强 渔民都在渔船加装固定绳索 和防撞装置 受山土耳暴风圈影响 台东多条溪流水位暴涨 山区出现瀑布 台湾TVBS引述当地巡守对峙 目测水位由早上七十到中午 以上升近三米 逼近警戒线也是近十五年来首见 在台南黄金海岸风浪明显变大 台湾气象部门预计 南部沿海最高掀起十米高的巨浪 澎湖上午已观测到五米高的大浪 无线电视记者石鹿山报导 伊朗对以色列发起大规模导弹攻击 报复以色列杀死多个组织的领袖或指挥官 以色列誓言会报复 美国则警告会让伊朗面对严重后果 英国以及法国分别动员在中东的军队 保卫以色列安全 以色列特拉维夫等地 以及约旦河西岸统治响起警报 有导弹被防空系统拦截传出爆炸声 伊朗表示九层导弹成功击中目标 不过以军指 伊朗共发射超过180枚弹道导弹 大部分被成功拦截 部分导弹击中部及南部地区 美国国防部表示 当地海军军舰也参与拦截行动 约旦河西岸一名男子在导弹攻击中被杀 拉姆安拉有名区附近起火 这次是伊朗对以色列最大规模的攻击 德黑兰有民众上街庆祝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表示 攻击式行事自卫 强调行动已经结束 国际社会关注局势发展 美国白宫强调会让伊朗面对严重后果 英国首相施济贤及法国总统马克龙都表示 动员各自在中东的军队保卫以色列安全 受中东局势影响以色列多个邻国关闭领空 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 阿联酋英国汉沙及卡塔尔等航空公司 大约80班去中东的航机 改道至埃及或欧洲 另外还有部分航班暂停 无线电视记者李佩璐报道 以离紧张局势恶化 据报乙军与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边境激烈交火 首批从黎巴嫩撤离的中国侨民 以及家属抵达塞普路斯 另外有一百多名中国公民飞敌北京 多国也计划撤侨 以离紧张局势升温 多国部署撤侨 美国早前宣布向中东地区增兵 未可能撤侨做准备 澳洲估计目前有一万五千名公民在黎巴嫩 已经呼吁他们 趁现在仍然有商务航班的时候离开 澳方也可能通过海陆撤侨 英国也安排包机 周三接载公民离开黎巴嫩 日本政府日前也表示 正协调派自卫队的运输机从黎巴嫩撤侨 无线电视记者冯庆辉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祝贺石破茂当选日本首相 石破茂接任后组建内阁 宣布下周三解散众议院 本月二十七号举行众议院选举 日本国会之前召开临时会议 举行首相指名选举 石破茂顺利当选 接替执政约三年的岸田文雄 石破茂随即着手组建新内阁 与公民党筹组联合政府 新内阁有19名成员 其中13人首次入阁 两人重新任命 4人曾经担任内阁大臣 涉及自民党政治现金丑闻的议员未有入阁 石破茂在出任首相后召开首个记者会 宣布计划下周三临时国会会期结束时 解散众议院 在本月二十七日举行众议院选举 并阐述未来施政方针 他表示在外交和防卫方面 将会努力加强日本威慑力 从根本上增强防卫能力 以保护和平 亦会扩大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 友好国家圈子 经济方面 石破茂说 为了实现以工资增长和投资为动力的 增长型经济 将会稳步延续 上任岸田文雄政府推动的增长战略 并进行优先克服通缩的经济和财政管理 并且打算指示政府 考虑退出经济措施 包括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福利 他又表示 将会致力于教育改革 以实现国民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 石破茂也有谈及政治资金问题 指如果要把钱花在政治上 就必须向公众仔细解释 并以最大透明度披露所收资金 还会根据修改后的政治资金规政法 具体讨论尽快设立 第三方政治资金核查机构 并计划审查政治资金规则 以及确立确保规则落实的制度 无线电视记者莫凡报道 以上 झाल स्क्वा टाराश गया टाराश झाल प्राश नहाल झाल झाल